那我们把时间外马上下一个李智晨 他想大家介绍一下香港的驱邪电影 语编讲的僵尸电影 他说跟那个 僵尸感染有关吗 也是湖南的所以放在一起 然后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谢谢老师 刚才上场的分享演讲 都很面证的介绍了很多田野的调查 但我这个题目可能就比较轻松娱乐心高一点 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港的僵尸电影 好像这里大家看见就是 我们通常想上的僵尸就是好像 橱片上右手边这个 穿着着青桥的桥府的一个僵尸 然后其实跟司方这个 吸血鬼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像的形象 但是他这个就是很典型 就是受到香港电影的影响 那在如果有看过八十九十年的僵尸电影 大家也会记得这些 这些已经是一个典型了 但是其实我就是在想 因为我自己出生是在八九年 我长大之后其实这个僵尸的电影 已经在香港那个夜球已经就消退了 但是我从小到大 我都知道僵尸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就是有时候会在想 我要问过我妈妈就是这个僵尸是不是真的 所以就是觉得好像你在香港一个原权 你真实上不会遇到僵尸 你可能会遇到可能刚才三个个案 提到的一些鬼蟹 但是你不会遇到僵尸 僵尸好像是一个原权是虚构的一个 一个公司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是完全虚构了 所以我这个报答就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这个好像 为什么我也突然在香港出生的电影的奇才 有没有一个文化的根在里面 那好 那大家如果要谈僵尸的电影的话 一定会很熟悉就是这个僵尸先生这个电影 就是在1985年 那就是林静雲先生他是当这个道展的角色 那这个大家也是很清楚 然后在这个僵尸电影 他当时候那个票房很好 就是很赞钱 那之后他就拍了很多很多也是跟僵尸有关的电影 那这好像是僵尸叔叔啊这些的 然后 左手边这个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但是 他是在 呃 2001年 年代以来 第一部的僵尸电影 他是由一个很年轻的导演去拍的 在香港当时也是卖的很成功 但是啊 在这里为什么我可能会用这些电影的海报 给大家看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电影的海报 是一个怎么样的 呃 描述 其实是一个很卡通的人物 然后大家可以看见就是 呃 他僵尸好像是鬼邪 但是其实他的电影的一个 旅行是只有一些恐怖 但是他其实也是有一些 武打的 呃 乔战在里面 其实他里面也是有一些 喜剧的元素在里面 就是他那个 娱乐心是很高的 所以他是一个可能要驱使这个僵尸 所以他这里也有一个僵尸的 啊 图案 就是这里上面有一些僵尸的图案 但是你可以看见他其实 海拔的旅行不是一个恐怖片 他是一个 娱乐心很高的电影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1985年这个僵尸 先生出来之前 香港是不是已经就没有 剪一些旅行的电影了 其实我觉得在80年代的角色 就是已经有许多的电影 是有这些元素 他们其实啊 有一个电影 好像 你看这个 原下人 就是中间的一个 海报就是 啊 红金堡 大家也知道是一个很著名的动作 演员 然后他 这里就是看见他是一个 用一个 挤扎的 公仔的一个 形象 但是这个就是跟他在电影里面的 故事是有关系的 然后你看就是 另外一个 红金堡的电影 这是他这个电影就是 也是有一些武打啊 喜剧的元素在里面 但是另外一个比较有趣我想跟大家推荐的 就是这个奇门 啊 遁甲的电影 啊 这个是在1980年 有这个呃 原家班 就是一个和平道理去拍的 啊 他当时大家看见海报的电影呢 是一个很明显有一些 斗法的 味道在里面 好像大家看他海报 写的就是 呃 切开中国悬俗 奥秘基尼 还有就是下面这个题材最深手法 最高 然后是他里面 整个故事也是在说一个斗法的故事 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见就是 有一个 呃 哪 一个 呃 男 呃 一个女章 但是其实他是一个男人章吧 就是里面有很多可能是 界势盘魂啊 然后就是用一些邪术 大家在争斗在争夺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斗法的电影 但是在呃 上一年二人一世年的时候 内地重生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 情况 对 这样 但是我听说过就是那个风品很不好 对 所以觉得这个很差 但是这个就很经典 对 然后我们可以记得就是在这些电影的题材 其实他都有一个斜的一个形象 其实他可能是僵尸 他可能也是一些鬼怪 然后他都是有一个呃 法师或者道士主旗的一个精力去把他们去驱逐的 呃 尤其是在香港呢 有一个要跟 大家讲的时候 如果你在香港可能你问人家 呃 有没有马尔山师傅 或者是六润师傅 人家可能就会比较听这个懂啊马尔山热润 所以姐姐在香港里面是比较可能 大家会觉得啊 哪些是驱邪的 对 然后就是 当然这个马尔山热润是一个比较跟 他们可能是另外的传统啊 但是在这个区域的波形之中 在姐姐在你的故事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就是会有很多道法 还有就是 借斯黄魂的故事 尤其是这个借斯黄魂 其实他是跟你有符活的题材有关的 就是在电影的故事里面 可能哪个主角会死掉 他可能就通过几个借斯黄魂 来重新就是在符活 也就是打败了一个僵尸 就是用通过这一个题材 来推动几个电影故事的发展 然后但是我们就是看 就是我自己在想 这个僵尸是不是真的是一个 完全虚构了 我就看到在我们讲很熟悉的一件事里面 有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位叫 柳子昂的官员 他当时是独生的 就去到 河州 这个是在安费的一个地方就认官 然后他有一天就看见 有一个 好 有一个 一个女人 他就想 跟他 在一起 对 但是 然后呢 过了数个月之后 他就去到这个天心观 天心观 我们知道就是在宋大 是一个很有官方地位的道观 有一位老大师 看见他就觉得他的神师面相很不好 就有这个谣气 就问他啊你 你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这个 柳子昂他就 最初就不好说 因为他是一位女士才接近这个女人 但是他之后就说了就是因为这个 跟这个女人 就是其实这个叫雨河 我觉得是跟说就是跟他有一个 性交的关系 对 然后这位道士就说啊 他不是人来的 我现在就给你拿个福 然后你就挂在你家的外面 他就不敢进来了 然后结尾楼先生他回来 我就接着叫做了 但是结果 女人回来之后就说啊 我对你好像夫妻一样 为什么你就 怎样对我了 就我就走了 你就不要 你就玩自我吧 但是 柳先生呢 他就 不能放弃他 然后就把这个福坏掉了 但是他当时有结局就说 就是不明白一个生人 为什么会怕这个福了 然后就跟他福 从谋与错就是也在跟他有那个亲密的关系 啊 所以之后这个大师就去到他的家里面 就问候他 看见他就觉得啊 你活不下去了 啊 然后他怎么做呢 他就用水 就是 啊 堵在他的 啊 就是那个 棠上 然后就看见他里有水干 就就 就 挖下去 就发现了一个巨尸在地上 啊 然后他是将而不甩的 对 就是这个事是不坏的 啊 啊 然后这个流星人看见啊 原来这个僵尸就是他遇到了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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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僵尸跟我们 呃 呃 电影的僵尸是很不一样 但是他两个遇到的 其实在故事里面呢 是有一个道士 用一个福 来驱逐这一个啊 呃 可能是将士变出来的精怪 或者一个鬼魂的一个形象的 其实跟 我们之后判断的虚学的 桥段也是很相同 那 就 就是我们在香港 就会听到有一个啊 啊 说法就是相思感思 对 那相思其实就是在说这是湖南的四部 那其实我看一些文献的时候 我就是 觉得啊 啊 就有很多啊 文献集出就是在这个原家的楼域 就是从贵就去到湖南 再去到洞庭湖里面 就是有很多关于解释的传说 那今天我引用一个就是啊 徐科 就是他有一个笔记 里面就提到有一个啊 啊 条目就叫送系俗 那这个其实他很有趣的 他最初是 一开始有一段是有一个积极的点评 因为这位徐科是他是啊 清莫名错的人嘛 那当时就是已经有一些西方的科学的知识进来 他说怎么样去理解积极 啊 就是中国节一个宋世俗了 他说是西方的一个就是虚美啊 能去生人但是不能去洗人 只有可能为期数小时 但是呢 中国节一个呢 就可以有几个月 然后他们的用戏就是啊 啊 对 但是他对 其实就是要运送这个City 回家上面 对 啊 啊 但是他最后的理解呢 就是这个 可以是一种电器的作用 他用一个比较西方科学的概念来理解 啊 然后呢 就是徐科他引入了两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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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同行解黄网有顺势技术 这是同学可能卖木的人 他们会有一些发俗就是把他们就是用感知的方法把它运回来 那怎么样去整个属是什么样啊 就是一 他们一定要有两个人 一个人呢 就是要在前面 另外一个人呢 就是用手持一环水 水在后面 也要整个蚊中的清水必加其符咒 对 所以他里面也是有一个熟的啊 呃 在里面 然后他很有趣就是 可能你要过 你要过夜嘛 去到旅店的时候呢 其实那些旅店的女人 看见呢 都已经很平常 就知道啊 就是 这是原来是送室的 所以就一定会给另外一个房间他们 然后呢 就是 啊 然后哪哪个送室的人 可能就睡觉 但是哪个睡觉 就是站在门的外面 所以在 在湖南有个谚语就是三人住店 两人吃饭 对 然后 这个是 到家的前一天 那个啊 洗去的人 还是会过目 给他的家人 就是 要他人敢准备这些 可能棺木啊 这些种种的 然后当他回到家的时候 那个私俗的人 就像这种玩水 就清浴地下 那个池 就会 倒下来 然后就软穿这种景色的城市 那第二条的资料 同样是 就是啊 许可引入了 那这些人是就是发生在啊 湖南的另外一个地方 那他发生的地方 记录了就是一个啊 跟这个军人看见有关系的就是啊 当时候就在川边有一个军队 因为营外面就发现哎 有人就是送室 有他们看见就是一个人其不发钱 大 那只有跟记前的描述不太一样 但是都是有一种树在里面 然后就是问他为什么你要怎样做啊 对 啊 然后呢就是 就啊 哪个人就问他哪个是什么话 我就想了解一下 但是哪个人就说他 哦 哦 母业期 阿能一起记 阿能一起密告人 就是 我是以整个为职业的 我是一起为生的 所以我不能把我的秘密告诉你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有两个材料 一个就是说实际他 是根据这些坊木的上人去 另外一个就是说结果是一个专门的街 那另外一个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啊 我们很著名的文学家神龙文先生就是 他是民国人 然后其实他本身也是啊 出在上司出生的 他有一本啊 家记就是记录到就是上司啊 啊圆水楼域的一些丰富人群 那当中有一片就是叫啊圆岭的人 就是他说到就是啊 一个旅行人如果他来到这个 这个成州他也是在湖南的地方 啊就是他们可能不会在一些 平常问题上感兴趣 神这些地方是以神州府文明 神州府的传说 尤其跟这个感思有关系 所以这个福跟思系有关系 有关系感思的传说呢就是啊 他因为他自己怎样去理解啊 就是虽然很动听 但是就是好像一个 现在一个很现代的社会 但是还是有一种很迷信的啊 思想在里面 所以他们想了解多一点 所以他们这个地方 当当小家民我来的时候 你们已经知道这个就是感思很很流行 有很多的传说 但是后面我们知道这个福 会不会可能跟珠沙有关系啊 如果我们看一些文献的话 其实在唐代的时候 同样是这是一个道章里面的材料 就是在啊南越有一位道士 就是陈孝伟他这一本文献里面提到 其实当时候这个成州的是在湖南里面 其实那个珠沙已经是很有名 对所以这个成州 湖南这一代是出产最高等的珠沙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啊 啊满楚高牧 他有记到啊北宋 一个有所谓的见解 他也是说这个成州沙就是 是会去用在满东啊 就是在当时候可能还是比较啊 偏偏偏偏偏偏的地方 对 那成州服是什么 当然我我没有去过湖南跑 啊但是我之前跟前年老师请教的时候 就是当地应该真的是 有一个成州服的一个 传统在里面 但是我就在网上找到了一本书啊 就是这个成州服就大传 那这本书其实很有趣 他就是在1926年在上海出版的 那这本书他有一个序 就讲到就是啊 他其实也是在那个大教的立场上 出这本书 因为他就是说 大教为什么会不会税肉 就是因为我们有天师 天师他使用的就是因为他有符咒 然后他就说就是 现在这个世界啊 就是这些有一套太多了 所以他就发大很愿 要驱逐他们 但是他就觉得其实一个人的能力不够啊 所以就这样把这些符咒全都 砍印出来给大家 可能大家一起可以去做这个驱邪的事情 但是我我看到这本书里面 他其实没有这个啊 感思的符咒在里面 那他出这本书其实还是蛮认真的 就是几个符也会划下来 还会说有共用咒语 那个笔笔笔是这样写得很清楚的 然后学校结果之后 我还找到另外一本书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就是 我们那时候将士的电影 就会有一个借式黄文的一个主题嘛 那古人怎么样看这些黄文呢 然后我看到一个亲爱的手抄本 其实他就是一个市长啊 他名字是全跟他叫啊 这个口卷啊 没有啊 其实他这一本书就是收入了三个 我们在大家里面都可以找到的就是 跟啊 念当啊有关系 还有就是有一个啊 林宝贵公爵就是昨天跟谢老师要天 老师也有讲到的 就是也是跟受恋有关系的 那这一本书当然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啦 但是特别的就是这一本书有一个批注 有批注就是说 因为这一本书可能是有一个收藏家 他收到之后 然后就在材料传到德国的图书馆 他结果就是说 这一本书那边是到达的一种寿命 自己灵魂 夺取 他人入生的 成为自己入生的方法的一本书 对 所以就是好像外人人 他们怎么样去了解这一个 这本书啦 就是我们可能懂那一单看起来 当然不会想到的其实 但是 作为一个欧沙达的话 如果他看这些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想象 对 好像就是我们也知道一本很出名的 就是 菲利康姆太研究 这个 在清代的时候 乾隆桥还有光税桥 都有一个 就是简 简单 教文的一个 一个 咬石的恐怕 所以在好像我们在社会上 就是对于会夺取的魂 或者这些事情还是会有一个恐惧 然后其实我们在大教的很民间文学的一个主题里面 其实我们会有这个 彼陈寡的故事 他也是有一个好像是 这些黄昏的一个 故事在里面 所以就好像有一点 是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啊 但是在一些民间的一些想象里面好像也不是 就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 在 可能出现电影之前啊 就是在我们这个 近代 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就是 有很多关于僵尸 就是感尸啊 尸体会可以 固坏啊 然后还是可以这些跟 魂魄有关系 还有就是用符咒去虚邪的一些行为 所以我们后来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 是不是可能 它完全就是一种虚构 其实它可能是一种记忆这一种民间的 一种文化的一个 呃 素材 好像这一位明天天生 大家也是 很 熟识 就是他 看见他有一个完全是 道士的 全一个形象在里面 好像 如果我们 就是 豆花就是可能就是一个 服帖在一个 穿着青草草服的一个 僵尸呢 就是可以 把他可能 弄停啊 就是 也是一个完全是跟我们电影 但是 唱出的一个 呃 故事 但是其实他好像有 也有一些 运气在里面 但我不会觉得这些 拍这些电影的片局是有 是寄到背后的这一回事 但是 啊 这是这样好像有点巧妙的 就这样 是 啊 大家可以对上一些主题 然后 整个僵尸现在 那很成功 其实差不多是 在八九十年代 其实他们是每一年都会 拍一部的电影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每一年啊 啊 已经都会有一部的僵尸的电影 会啊 出场 就集到九十年代 对 因为他是 九七年就过世了 他是有这个啊 啊 天神 或是 然后在这里就是想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就是刚才提到一部 啊 比较新上映的一个僵尸电影 啊 很有趣 他当时有觉得电影海拔就是 加了一个 口号 就是 念识成将 立象加力 然后我们看 当然我觉得这个不是有关系 但是 我们看 早期可能林宝基里面也会有 用 练习这一个 词就是来说 就是 跟这个 人的身体是有关系 但是他们就会 啊 但是他们 可能 一定不会懂 林宝基的那个圈 而且他们看见一个 细体的话 就不会觉得可以 练习就是 把一个人就会 复活啊 这些的话题 然后这一部电影 还是蛮成功 就是 得到了 海外的几个奖项 啊 在结尾之后 给大家放一下啊 他有一个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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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那 没有 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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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要穿很多老闆 我太厉害了那只老糯米 慢慢更新那只 老糯米是否只要你炒糯米饭 在这里出了做明星我记得 明星入了这里我就小见 你怎么回事 我以前做的事比较舒服 我帮你保护好 你就可以回来吧 不好意思吃了你的鸡 我对不起 妈咪说白色是全世界上的颜色 对吗 是 只要你去看看这两只画的 你不会发光也不舍得洗 我放不下 对了老婆 你上个礼拜扯回来的那个栏花 昨晚竟然开花 她每晚十一点都会省大眼睛 那只鸡好像上地鸡那样 抹床功夫冠状 千万不要拒紧面称 千万不要拒索面称 你不是说道士啊 脚屎都没了 快乐 还是你把你拒紧的 重新 draw Look 今天还说 你 你不必 你不必 做 你不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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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